这场恶火酿成四人死亡 其中一名死者倪先生 一号凌晨零点就要解隔离 没有想到在火场中丧命 妻子在现场苦苦守候 却等来了一具冰冷遗体 让夫妻两天人永隔 而另外一名死者是 彰化东区的消防队员 当时他挺进火场救援 由于火场内浓烟密布 加上为了救火附近断电 现场一片漆黑 这名殉职的消防员 33岁是家中独子 在打火的过程被同仁发现失踪 最后在旅馆房内的浴缸被巡获 氧气瓶用尽 找到的时候已经身亡 也让其他的打火弟兄难过不舍 殉职的消防队员被云梯车送下来 现场警销立刻拉起百步之挡 所有人站成一排目送打火弟兄上救护车 这一幕让不少同仁看了 也忍不住落下男个儿类 殉职的消防员彰化世人还没结婚 毕业于103年特班 105年到东区消防队服务 打火过程被发现失踪 最后在大楼9楼三个房间内 找到三名死者 陈志凡则是在9627房的浴缸 被找到人已经明显死亡 家属下午重回现场 招魂气逢哀妻 同事易消的爸爸说 儿子很上镜 还想考升等考 前天上班 妈妈才叮咛要小心 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阁 林明死者倪先生被抬下来时 已经失去意识 最后宣告不治 事发前她的太太在外交集 等着消息 没想到判来的竟是一具冰冷遗涕 就差四个小时就要见面 没想到一场火 让夫妻两阴阳两格 火警酿成四条人命 一人是消防队员 一人是达官部落族人 本身是教会传道士 再来就是宁幸住客 还有一位印尼籍女移工 由于大楼火烧浓烟尺寸 阻挡云梯车视线 加上断电室内漆黑走道狭窄 造成救援行动困难穷重 暗夜一场无名火 让原本应该救人的消防员 成了火场下的罹难者 彰化县政府表示 会做好抚恤 罹难者也会先发20万元慰问金 同时要追出起火原因 还给四名死者和家属 一个交代 接着当我们有彰化 唱不到